大家早 在今天的天氣狀況來說 最主要東北季風影響 北部地區濕涼的感覺 變得非常的明顯 那江雨的狀況 隨著到了明天的時候 範圍要擴大囉 那我們來看看 未來的一個禮拜多的天氣狀況 我們把未來一週分成四個階段 在週二這一天 北部東部有雨 中部南部多雲實行 華南水氣的影響 只有在北部地區 但氣溫下降囉 到了禮拜三 禮拜四 華南雲帶大片水氣 逐漸的影響臺灣上空 高三的部分在禮拜四的時候 就有降雪的機會 而在平地的部分 都有局部的陣雨的狀況出現 而到了禮拜五 除夕這一天的話 逐漸的要轉為多雲的天氣 最重要一點 水氣的發展量 隨著乾冷空氣進來而減少了 接著大年初一到初四 這四天來說 低溫的部分在中部以北 十一度冷氣團的影響 所以過年前是濕冷 過年的時候 新年開始是乾冷 小年夜高三部分 有局部的降雪 我們就來看一下 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面 我們可以注意到 日本在昨天的時候下大雪 最主要就是北方的這個水氣 逐漸東移的影響 而在我們臺灣上空 今天的時候 華南水氣主要 已經接近到了福建 跟廣東的位置 可是整個水氣的發展 在昨天有些雲帶 已經通過北臺灣 今天也是一些雲帶 通過北臺灣 所以中南部 還是多雲到多雲時勤的天氣 不過明天 這個水氣就要逐漸接近囉 我們接著來看一下今晚的地面天氣圖 可以注意到滯留封面的位置 已經接近華南 明天當這個水氣通過之後 北方的高壓將會帶下來 更強的冷空氣 溫度下降的幅度 隨著時間會越來越明顯 而到了禮拜三禮拜四 就是冷氣團影響 禮拜五開始強烈大陸冷氣團影響 大年初一到初二的時候 都已經轉為乾冷囉 因為水氣減少了 可是要特別注意的是夜晚溫度 中部以北只有在十一度的低溫 如果冷空氣再強一點 就接近十度 那來看看今天的溫度 今天溫降幅度並不明顯 只有在馬祖跟金門降幅來說 比較大一些 澎湖的沿海陣風有八級左右 臺灣本島部分 北部有雨 東北部有雨 東半部地區是多於 中南部雖然有陽光 可是你可以注意 高溫跟昨天相較 下降兩到三度 小叮嚀 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山區農務 視線比較偏差 山區爬山行車要小心 海邊風大喔 海邊城鎮的朋友 騎車要注意